好了 接著我們講到萬城作客哈德斯菲爾德的蔡侯平 今天萬城的正選名單當中是一個施華都沒有的 兩個施華都先坐後備 今天中場的陣容裏面就見到 菲蘭、Dino、奇雲、迪布尼和根道簡 但是我依然是見到萬城上半場是想打超級主攻的 因為你看到兩個左右後衛猜球的時候 其實是入了中路幫手連結的 再推這個就是根道簡 和奇雲、迪布尼上禁區頂構成五個進攻點 想著做這個超級主攻的 但是我們也清楚看到一件事就是 無論是根道簡還是奇雲、迪布尼都好 兩者都不是正宗的主角球員來的 是並沒有引領攻勢的能力 雖然他們兩個都有翻後拿球 但是並沒有慢慢進入禁區頂的觸角 所以萬城是沒有辦法圍著他們兩個來踢的 今天在中場中的球員當中 並沒有一個引領攻勢能力的人 反而阿古路有這方面的小小的能力 但是他始終阿古路是打最前的 而且他真的沒有什麼翻後拿球的空間 所以他只能夠盡力做一下支點 但是由於沒有球員懂得及時進入禁區頂 所以有支點都沒有用 另外就是萬城的球員很難停留在禁區頂的 所以就算兩邊的陸頁是會插進去都好 但是其實都是沒有人在禁區頂那裡交到個靈直線 給兩隻陸頁插進去 最多就是由三十馬以外的區域長距離直線 就是送進去禁區 但是路程太遠成功率就太過低了 而這個奇雲迪布也是很少underlap的機會 最終就出現不了超級主攻套路 所以上半場都要靠遠射解決問題 雖然我都講過 就是萬城是有重點訓練過兩邊集委球員 入中路的遠射能力 方便他們入中路之後多個板斧找吃 所以有時候左右兩隻集入中間遠射入球 就不出奇的 這個丹尼路上一季 其實昨下試過對著搬尼也入過遠射 不過今季來說 丹尼路這球球 就沒有上一季那麼清脆利落 這次真的靠運氣 丹尼路本來射不中龍門 但是散中對手改變方向才入網 上半場奇遇時間的萬城 只能夠老鼠拉桂 基本上萬城不夠中場的實力 都去做超級主攻 所以依然要做就是沒有什麼效果 下半場53分鐘入球 基本上是無效的 因為尼萊薩尼是越左衛的 第三個入球 是要靠對方送大禮 給這個萬城打反擊的 當然這個反擊當中 要稱讚阿古路的靚頭錘支點 以及尼萊薩尼的把握力 但是如果不是萬城有運氣地 拿到首兩個入球的話 哈德斯菲德不會落後 哈德斯菲德不會落後 就未必會選擇後場猜球 送大禮給萬城打反擊 所以萬城今天的確是靠運氣的 不過下半場萬城做到禁區裡的次數 是比上半場為多的 即是有進步的 破密集能力有進步的 這裡就要稱讚哥迪奧拿半場指令 哥迪奧拿叫球員積極點 插入禁區 只不過是普通料來的 普通指令來的 他今場最具影響力的指令 是他故意叫其中一個集委球員 拉回那邊 他這次其實是要叫這個 他是叫了這個 卡爾獲加多些拉右邊 故意放棄超級主攻的最正宗棋位 就叫卡爾獲加拉右邊 令到萬城是多些分邊的目標 這樣才能夠容易些 猜到上去 再繼而容易猜到禁區裡邊 雖然這樣做會削弱了防守反擊的能力 但是的而且確是令到萬城更加容易猜到禁區裡邊 對著克德斯、菲德這些長期鐵桶沒有反擊的球隊來說 是可以這樣做的 所以就算第二個入球是越位都好 但其實真的看到他們是成功猜到球 進去禁區裡邊也成功猜散了對手的後防區域 而且萬城領先到3比0的時候 其實當時大衛斯華都還未進來 再進一步就證明了 這次的效果 這次能夠做到的效果 就不是靠大衛斯華 是靠哥迪奧娜的臨場應變 臨場的是戰術調動調整的 亦都證明了足球並不只是靠球員 背後的戰術和結構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難怪為什麼 利萊珊在賽後訪問都稱讚他的教練 哥迪奧娜半場的指揮 指令調整是有效果 所以如果將利物浦和萬城本州賽事 英超賽事作出比較的話 我就會比較欣賞哥迪奧娜 因為高普在那場賽事 對著這個雙精工的時候 只不過是靠運 完全是等運到的 他是不會懂得臨場調整球員的站位 或者球隊的結構 最近的高普只是等運到的 但哥迪奧娜就不會只等運到的 就算哥迪奧娜都有運氣度也好 但其實哥迪奧娜都不會守株待兔的 他還會主動作出細微的調整 而且是見到有效果的 所以就是說 哥迪奧娜和高普在臨場應變 閱讀球賽能力上高 是有級數上的差距的 而且是顯然而見的 來到這裏 大家都會顯然而見到一些廣告的 只需要不需要理 只需要按下去 彈一些廣告市場出來 還有要播出廣告片 這樣就可以很幫助小弟手 可以令到小弟有一點點收入 有一個專業地去生活下去 還有繼續堅持每天免費 為大家出到片 記得還要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要按訂閱旁邊的小鐘 方便接收小弟的新片通知 手機那邊的朋友們 記得要留意片的下面一定會有 固定的廣告字眼 記得按下去彈一些廣告視窗出來 這樣就可以幫到手了 另外電腦那裏 記得要關掉檔廣告程式 接著會見到電腦片的內 有Banner 廣告片的右邊 也都有廣告 記得要按下去彈一些廣告視窗出來 也都可以幫到手了 無論是手機也好電腦也好 YouTube也會時不時在片的最前 或者最後插入廣告片 那大家除了播完廣告片之外 就還可以在廣告片裡找廣告link 按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而手機的話廣告link會 在廣告片右上角 那我們明天再見 繼續補回英超和西甲的賽事 拜拜